文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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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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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一下秦漢時代的軍事的 軍隊的一些變化 那在這個時代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事情應該是這個 軍隊體制的改變 就是從戰國時代 發展出來的徵兵體制 經過的秦到漢就沒落 簡單來說 中國的徵兵制 從戰國時期發展 到了東漢衰落 之後其實基本上就不太 有這個完整的被恢復過 就整個中國歷史長期而論 徵兵制存在的時間其實蠻短的 那可是中國近代的學者 都喜歡歌頌徵兵制 這主要是受到十九世紀末 這個歐洲文化的影響 這個十九世紀末歐洲的這個各個民族國家相互的競爭 然後各個國家都發展徵兵制 所以它形成了一個價值就是徵兵制是好的 募兵制是不好的這樣的一個價值 所以很多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者都喜歡強調中國歷史上的徵兵制度 這個常常給我們一個不太正確的印象 好像就是說中國好像曾經 長時期的實施徵兵制 但你問我說 在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徵兵這回事 這個我可以跟你說 在中國歷史上常常徵兵 即使在實施募兵制的這個時代裡頭 民為招募實為強徵這種事情太多了 可是既然我們說它是一個制度的話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在制度規劃上 它就是一個普遍性的徵兵百姓來當兵 那如果我們這樣嚴格定義徵兵制度的話 那大概就是在秦漢時代 徵兵制度實施的比較徹底 那此後就是中國歷史上是有徵兵之實 基本上無徵兵之制度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好 那為什麼徵兵制 在中國歷史上存在的時間不長 那我想其實很簡單 任何的制度 它要跟整體的時空環境相互配合 它才能夠有效的去推行 對於一個研究歷史人而言 基本上我們不認為有所謂理想的制度 或者說美好的制度 或者說絕對正確的制度 這樣我們看起來 所有的制度都有利有弊 有它適合的時空環境來實施 那這就叫做一個好的制度 如果這個制度的規劃 它違背了整個這個現實的條件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不好的制度 不管這個制度它的理想多麼的崇高 或者說它畫出來的願景多麼的美好 我想這個研究歷史人大概就比較現實 我們比較談是可行的制度大概就是好制度 那也就是說 為什麼徵兵制度到秦漢會衰微 簡單而言就是因為這個體制 已經不適合現實的環境 好 我們看一下秦代軍隊的崩潰 這個秦統一六國可以說 它是它的軍事的發展到的一個高峰 可是整個秦當它的軍事發展到高峰以後 它卻崩潰得非常的快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我們大概還是從整個當時的歷史發展來看 就秦統一六國以後 它將過去秦國的體制推行到全中國 理論上秦國原來的百姓是征服者 他們征服了東方的六國 可是事實上 他們並沒有得到任何的好處或者特權 因為在秦國原有的體制之下 所有的被統治者都是平等的 他們的這個權利義務都是平等 也就是所謂的齊民的概念 齊民 所有的民都是一致的 他們的地位都是一致的 這叫齊民 對於百姓的統治 一切都是按照法律的規定來 沒有人可以有特權 除非你立了軍功 你便擬有了風絕對不對 所以因此 對於秦國的百姓而言 他們為了國家的領土獲章 這個犧牲奉獻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好處啊 沒有什麼好處 那對於被征服的六國百姓而言 也一樣 過去列國之間長期戰亂 這些百姓深受兵貨之害 那好不容易分裂結束了 這中國統一了 可是呢 這個兵貨並沒有減少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國家的君主秦始皇 他繼續的對外用兵 所以過去是中國 在中國這個概念下的 內部的作戰 現在是中國對外移的作戰 那結果都一樣 就是兵役的負擔非常的沉重 我們看一下實際的兩段記載 記載這個 秦始皇對外用兵的這個過程 始皇33年 發朱長鋪亡人 墜絮古人 掠取 掠取陸良地 為桂林項峻南海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這這一個事件指的是哪 是攻打這個地方 就現在的廣東廣西跟越南北部 所以戰爭的結果 他們在這邊設了三個峻 這是項峻 在這個南海峻在這 就在這個地區 就征伐這個地區 這是以前所謂的百月之地 那請注意喔 然後實際在說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攻打百月 這個所謂陸良地 他們蒸發了三種人 叫做鋪亡人 墜絮跟古人 那這什麼意思 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他說他設了三個新的峻 然後以則淺樹 這個這邊的士 是這個則 貶則的則 這在古文裡頭 這兩個字是一樣 然後呢 南邊打這個陸良地 北邊又怎麼 西北賜足修奴 至漁中並河以東 這邊的黃河是黃河 從漁中然後 沿著黃河往東 一直到陰山 組織陰山 以為四十四縣 設了四十四個新的縣 成河上為塞 沿著黃河修足這個堡壘 成河上為塞 又使蒙田 這個大家非常這個知道的 這個形態的名叫 蒙田渡河 越過黃河 取高雀陽山北甲中 逐亭障以逐容仁 所謂的亭障就是烽火台 你的防線是在黃河以南 所以要在黃河以北 設立前進據點前哨據點 這就是屏障 來驅逐原來在這邊活動的 這個容仁就是外祖 然後底下一樣 起則時之出現 都是發這些罪犯 起則就是發罪犯 讓他們去住在這個 新開拓的領土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鋪亡人 醉絮跟古人 鋪亡人是指曾經逃亡過的人 就是在政府的法律規定之下 你不願意遵守 然後你就逃亡 來躲避政府對你的很多的要求 所以這種所謂的鋪亡人 其實他也就是一種罪犯 然後第二種人叫做罪序 罪序是指入罪到女方家的男人 就是說原則上一般人的婚姻 是男的把女的娶進門 那可是在中國歷史上 有一種現象就是所謂的入罪 就是男的嫁到女方家裡頭去 那請問各位想一想 這個什麼樣的男人他會 這個不把女生娶進自己的家 而是自己嫁到女生家去 什麼樣的男人會這樣 沒錯窮人 這個他入罪到女方家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求得溫飽 所以他沒有錢去 他自己都養活不了自己 所以你說他娶老婆怎麼可能 這個中國怎麼俗話說 有錢沒錢娶個老婆好過年 那是騙人的對不對 沒錢是不能娶老婆的這樣 沒錢人自由養不活自己 還娶老婆 雖然怎麼辦 就找一個有錢的人家 他們這個家可能基本上需要勞動力 需要傳宗接待 所以就把這個男人找來入罪 其實罪序當然地位就很低對不對 可是地位的罪序原則上就是窮人 第三種人是古人 古人就是商人 對不對 那為什麼史記要特別強調這三種人 說33年的時候為了打這個南方 去蒸發了這三種人 原因很簡單 這三種人過去沒有兵役的負擔 在清國的體制之下 這個百姓要專利於農戰對不對 那所謂的破王人就是這些人 他不願意接受這種農戰的政策 所以他逃亡 躲避政府的這個虛索要求 所以這個最後又被抓到 這些人是罪犯 這個原則上不會再把他們送去當兵對不對 那第二種人是窮人 這個政府要求這個人民專注於農戰 所以呢對於政府而言最好的士兵就是那個農耕有成的人 這些人有錢 農耕有成的有一些錢 然後呢 然後有利器 所以就把他們送上戰場 那這些窮人往往自己吃不飽穿不暖 那你可以想像窮人嗎 吃不飽穿不暖大概也沒什麼利器 這個你把這些人送上戰場這個沒什麼意思 所以呢在秦國的農戰政策之下 基本上是爭這個強壯富有的人來當兵 過去這些最序這些窮人 這個政府是不屑於爭招他們來當兵 那商人也是這個秦國政府最不喜歡的一種人 然後因為商人到處跑來跑去 這個很難去把他們征集 所以過去呢這些人也不太會去服兵役 可是現在因為政府征兵不足 所以就把這些人全部都送到戰場上去 所以從這一條史皇33年這條紀戰 我們已經看到了秦國因為不斷的發動戰爭 他造成原有的這個平民階級 兵役負擔太過於沉重 所以產生了征兵不足的現象 那結果政府為了解決這問題就擴大征兵 在史皇的時代如此 等到史皇死掉了 我們看到同樣的現象 我們看一下史記的陳舍世家 記在這個最早起兵反秦的這個陳舍跟吳廣 當然陳舍在某些地方又被記 他的名字又變成成聖 其實是一樣的 你看到這邊陳舍世家這邊就變成成聖 這也不知道為什麼啦 可是你在史記裡頭就看到他有兩種 他的名字有兩種寫法其實是同一個人 好我們看一下史皇死了 他的兒子繼位二世元年七月 發呂佐折肅羽羊 這邊的世一樣是折 呂佐什麼是呂佐 我們給他來看解釋 真調一種人這種人叫做呂佐 去肅守羽羊 羊羊是在現在東北 九百人純大折香 這些被蒸發的人他們要走到羽羊去嘛 因為沒有什麼交通工具 走路完全靠走路 然後他們走到一半走到這個大折香 然後呢 這裡頭有兩個人 九百人裡頭有兩個人 一個叫陳盛 一個叫吳廣 接次當然他們都都都 參與了這一次的這個這個行動 他們是領導者啦 就屯長 為屯長 然後什麼是呂佐 史記的索引 這個幫史記做 注釋的有很多不同的這個書 其中一本書叫做史記索引 史記索引裡頭解釋 他說所謂呂佐是什麼 呂佐未居里里之佐也 秦時付出者居里佐 經利益凡在呂佐者盡發之也 這什麼意思呢 他說這個根據這個索引的解釋 他說在秦代一個這個鄉里 就是一個大家聚居的社群裡頭 有錢人是住在右邊 沒錢的人是住在左邊 這個按照索引的解釋是這樣 然後住在左邊的人 因為是窮人 所以他們是所謂的付出者 所謂的付出者的意思是說 他們不用為國家這個服兵役 那我剛才已經跟各位解釋了 因為窮人嘛 這個身體通常都比較不好 這個國家就不屑於找他們去當兵 也就是說原來呂佐是不用當兵的 結果現在呢發呂佐 那就是說現在呢 這個全部都把這些呂佐 也要把他蒸發了 好 又雲凡居以富強為右 貧弱為左 情義數多 富者易盡兼取貧弱者也 所以死記所影底下說得更清楚 他說按照這個秦代的規定 居住的時候 富強的人居右邊 貧弱的居左邊 那真兵當然以富強為主啦 對不對 這個你真貧弱者上戰場幹嘛 叫我們去送死嗎 沒有用 可現在因為兵員不足 因為富者都被蒸發了 兵員不足 所以連這個貧弱的都被送上戰場 所以就是說 當原來的這些富民階級 因為長期的作戰而被損耗 可是統治者仍然不罷休 又繼續不斷的發動戰爭 就把過去這些沒有兵役負擔的窮人 罪犯 傷人等等 等等全部都把他送去打仗 就真正搞了一個兵民合一 就是說全民皆兵 大家不要全民皆兵當口號來說是 說說就好了 全民皆兵要是真正當一個事實去執行 那這個太可怕了 你可以想像我們全民皆兵的話 我們都不用上課 我們全部都去金門對不對 都去打仗 那這個大概路上也沒有什麼人啊 也沒有車輛啊 因為所有人都被送到戰場 那個這個社會非常非常的可怕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秦的狀態就是 接近於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不斷的去爭調 男性去當兵 然後這個 最後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人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身份 我都把你送上戰場 那這個社會 當然最後就不堪承擔對不對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政府不斷的發動戰爭 百姓不斷的承受這個戰爭所帶來的傷害 而且呢是全國一致的 也就是說過去秦國的百姓 跟被征服的東方百姓同受其害 所以最後東方群修併起的時候 原有的秦國百姓也沒有能力再協助政府平亂 因為他們也是不斷的被傷害 他們最後沒有力量 所以這個政府就崩潰的非常的快 這個強大的秦軍就在短短的 這個兩年之內就崩潰 這可以說是秦國不斷的發展 這個農戰政策最後的自食惡果 你不斷的讓百姓為政府犧牲 這個我們這個以前念書的時候 我小學的時候那個我們的作業本翻到背後 背後都會寫一些標語 其中有一個常見的標語就是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那這個話聽起來是沒有錯啦 就是說這個個人要做一些犧牲來成就群體 可是問題是這個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它一定要有限度啊 你可以想像如果小我全部都被犧牲光了 就沒有大我嘛 你說這個小我要犧牲 好全部小我都犧牲光那哪有大我 因為沒有小我怎麼會有大我對不對 大我是小我組成 如果小我都死光了就沒有大我對不對 那秦就有這個問題啦 不斷的要人民為國家犧牲奉獻 你不犧牲奉獻我就以這個嚴格的賞罰來逼迫你 那最後這個人民不堪負荷 當然最後他就是起來把這個政權給推翻 那我可以問各位一個問題嗎 就是那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秦國他推動農戰 至少在統一中國之前 其實在統一中國之前他推動農戰是成功的嘛 至少在軍事上是成功對不對 那可是為什麼統一之後 這個政府在推動農戰 結果看起來結局就很糟糕 除了你說因為時間的拉長 就是說因為你長期這樣做嘛 人民不勝負荷 那有沒有想到其他的因素 可以解釋這樣的一個結果 是 那個原本都是秦國人 所以自己人幫自己人打 有就是有賺到 可是統一六國之後 可能那六國的人還沒有 對秦有歸屬感 所以秦一直發動戰爭 他們感覺就是幫人打仗 卻沒有那種歸屬感 所以我非常糟糕 好 很好 就是說你國家統一 那你是用軍事的手段去征服這些東方嗎 這個東方人為什麼要為你這個效力對不對 那現在我被你打敗了 所以只好服從你 那你要不斷的壓迫我讓我上戰場 那他們的反彈會比較大對不對 比較容易會引起反彈 很好 我想這是一個原因 就是說你國家剛統一 你不先讓安定內部 讓人民覺得享受這個統一所帶來的好處 就事實剛好想法 統一沒有帶來什麼好處嗎 統一帶來是更多的壓迫對不對 那當然最後大家受不了錢反彈 好 很好 還有沒有別的原因 是 打其他的六國有錢可以賺 打匈奴比較不利可圖 有道理 這也是一個原因 就是說你到去打南方打北方 那些游牧民族 這個以前秦打東方六國 是這個比較窮的秦國去打那個 比較富有的東方六國對不對 這個比較有利可圖 那你現在去打這些 這個外移 這些南方的外移 北方的外移 其實沒什麼錢啊 這個 打仗打了半天 戰場上能分享的東西 其實也有限 所以同學這個意見指出了 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就是統一前的戰爭型態 跟統一後的戰爭型態不一樣 統一前已在中國內部作戰 對不對 然後同學剛才也指出來了 是比較經濟發展 比較落後的秦去打這個 比較複數的東方跟南方 對不對 那統一以後不一樣 對不對 中國變統一了 然後戰爭都在哪裡進行 在這裡跟這裡 在這裡 這是黃河 這一條線是黃河 黃河這樣走 他們就在攻打這塊地方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點喔 當戰場變 從這個地方變成這裡跟這裡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所有的士兵都要長途跋涉 才能上戰場 農戰合一 他要有效的執行 其中有一個條件 就是 你耕作的地區跟你的戰場 不要相距太遠 好 我為了戰爭把農民動員起來 送上戰場 戰爭不要拖太久 戰爭結束 這些農民又回來繼續耕作 所以農業的生產 會不會受到影響 一定會受到影響 可是影響會比較小 好你等到中國統一了 戰場不是遙遠的北方 就是遙遠南方 這些農民走到這邊 可能就半年一年了 打完罩再回來 三年過去了 你說他家裡頭的田地會不荒廢嗎 他的家裡頭的生計可以有效的維持嗎 基本上不可能 也就是說 真兵制在戰國時期出現 他是在一個小國 國家疆域不大的環境之下成形的 那你等到中國變成大一頭 你還要繼續這樣做 能不能做 可以啦 你要做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你不要一天到晚在打 你又經常在打 那麼一大堆人必須到這個邊境上面去 這個執行軍事的任務 那當然會影響整個國家內部的 這個社會跟經濟 經濟的發展對不對 那社會不可能安定 所以這種空間的改變 也是為什麼爭兵制度 這個其實不能夠有效執行的一個原因 秦末大亂 然後最後的 這個結束這個亂局的是這個劉邦對不對 這個漢高祖劉邦 我們讓秦末大亂以後 這個各地的英雄誠實而起 然後 然後 在這個亂局之中 逐漸的形成了兩大集團 對不對 反正一開始這個 到這個 朱璐英雄 然後最後逐漸形成兩大集團 就是劉邦集團跟項羽集團 然後劉邦打敗了項羽 然後就統一了中國 劉邦建立了西漢 可是原來他跟他的這個手下的這些將領之間 本來沒有什麼利益的 那個沒有什麼隸屬的關係啊 他們一開始只是單純的利益結合 就大家一起合作 打敗項羽來分享這個權力 所以在漢代初年這個工程集團 絕大部分都是武將 而且他跟這個皇帝之間呢 是一個利益的結合 如何控制這些將領 變成新極位皇帝的一大難題 漢代初年 整個中國採行一個特殊的行政體制 就是以中央集權的 聚憲制 搭配周代那個傳統的封國制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形成這樣一個奇怪的政治體制 這是因為為了要安撫這些工程 為了要跟這個工程有所妥協 所以把這些重要的工程分封出去 分封他們一個 分封他們王國 然後他們在王國裡頭 基本上是享受一種獨立的統治權 那分封之外的土地 才設置郡縣由中央來控管 就形成了西漢初年的這種 特殊的體制 但這樣的體制 這個 沒有存在多久 因為劉邦很快的 就足一的消滅了這些異性的封王 把這些分封出去的工程一個一個幹掉 把他們宰了 然後把他們的領土重新 原來分封的王國重新收歸於中央的控制 不過即便消滅了這些異性的封王 這個效忠劉邦的這些將領 為劉邦打天下幫他消滅這些異性王侯的 這些效忠他的將領 仍然在中央政權掌握了這個最高的權位 握有實權 所以基本上西漢初年的政治是一種 有五人掌握大權的這樣的一個情勢 當然劉邦手下的工程並不是全部都是五人 有一些人是完全沒有軍人色彩 那劉邦其實也提及他的手下這些工程有這個文武之別 就是他口中的工人跟工狗 他曾經有一天跟他手下的這些大將說 他說這個蕭和張良是人 那你們這些武將是狗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說因為蕭和張良是幫助我發好施力 那你們這些人就是沉密去作戰 就像狗一樣主恩叫你往東你就往東 你就往西就往西 所以他就說 所以他說其實那真正 功勞最大的應該是蕭和張良 那你們的功勞是次等的 因為你們只是聽命行事 不過他說這個工狗 他把這些武將這些什麼 冠英 凡聽 周伯這些武將稱之為工狗 這個其實倒也沒有什麼貶義的性質 只是他只是做一個比方來說明 他們跟蕭和張良之間的這個差距 那這些人呢這些武將 這個其實都出身低下 沒有什麼學識 不過他們仍然靠著軍工出掌大權 劉邦自己跟這些人的出身背景其實比較接近 我們也知道劉邦其實就是一個混混 他年輕的時候也不是生產 喜歡交朋友 喜歡喝酒 這個可是這個沒什麼好的德性 所以他本身的個性呢 跟這個什麼殺狗出身的房塊啊 這些人呢 出身比較低微的這些人是比較接近的 他對於讀書人是沒有什麼好感的 這個劉邦有很多這個瞧不起讀書人的故事嗎 就是最有名的一個故事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讀書人去跟他說什麼這個治國的大道理 他聽一聽不耐煩就把那個人的帽子拿下來 然後在他的帽子裡頭小便對不對 這個是最最最最粗魯的那個那個那個故事 然後覺得你們這些讀書人很囉嗦 所以當然雖然他後來有一些改變啦 他覺得儒生對於他鞏固皇權 樹立皇帝的權威當然有一定的貢獻 可是他基本上呢 這個對儒士沒有什麼認同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好感 所以他當然也不會在意他的大臣是不是能聞 就是說這些武將他們現在掌握朝廷的大權 可是他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學識 對於劉邦而言其實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漢代的初年 功臣集團一直掌控了政治的權力 從漢高主劉邦到他的兒子惠帝 然後到後來的文帝 一直要到第四個皇帝就是漢景帝的時候 功臣集團因為他們這個年事已高 然後他們的子孫後繼無人 這個集團才逐漸的退出政治的舞台 取代工臣集團掌握政權的 基本上是兩種人 第一種就是讀書人 讀儒家經典的這些儒士 另外一個就是在戰場上立戰功的職業軍人 比如說漢初基本上是工臣掌握權力 工臣失去工臣集團消失以後 就是由儒士跟職業軍人來分享這個統治的權力 然後協助皇帝 特別是到了漢武帝 錦帝的兒子武帝 崇尚儒學 霸術百家獨尊儒術 然後最早他是用這個公孫弘 這一個藏儒春秋經著名的這個學者來當任宰相 所以從此以後呢 以儒者為相的例子越來越多 而在當時儒風最盛的就是現在 就是所謂的山東地區 就是現在的這個黃淮平原的東部 這個山東地區儒風最盛 與儒生相對的另外一種人是職業軍人 那職業軍人呢是韓谷官以西的人為主 那為什麼是韓谷官以西的人呢 其實這個就是過去受秦國統治的這個地區的人民 那因為秦國推行農戰的政策 所以一直到漢代這個地區仍然尚武 這個地區的人不以學術建長 而是以這個作戰的能力駐成 這些過去受秦國統治的這些百姓 在漢代初年的政治結構中是受到壓制的 因為西漢政權它一開始就是一個東方人的政權 他們是反制秦國 是東方人起來反制秦國形成的政權 所以漢代的工程絕大部分都是關東地區的 我這個南方人不是東方人就是南方人 這些原來受秦國統治的關中人 這個或者叫做又在漢代又稱之為三西人 三西指太行山以西 或者又稱之為關中 這些人基本上在漢代初年是受到壓制的 可是因為他們勇武善戰 所以他們仍然是軍隊裡頭的中間分子 他們隨著時間的發展 他們終究憑藉著他們的軍事的貢獻 而起來分享權力 到了漢武帝的時代 他一方面重用儒式 一方面又積極的對外征法 這個秦皇漢武 常常並稱 因為這兩個皇帝都很愛打仗 在位都很久 而且都很愛打仗 所以秦始皇跟漢武帝 往往在古文獻裡頭是並稱 漢武帝非常喜歡打仗 他這個北邊打匈奴 西邊打高麗 南緬打百月 西邊開拓西域打槍人 這個到處打 這個幾乎是無處不打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武將的地位當然日益的重要 武帝雖然熱衷於對外的擴張 可是他自己不會統兵 所以在這個戰爭的過程之中 他都需要仰奈這些專業武將的服務 那可是他當然非常的猜忌 我們說過了 這個皇帝跟將尼之間都存在著這種緊張的關係 皇帝以眾無將 可是又猜忌他們 怕他們不受控制 那武帝要控制這些將尼的辦法是 讓自己 讓跟自己有私人關係的官員 去控制這些職業的軍官 統兵出征的時候 最高的統統帥 都是跟皇帝有私人關係的外妻來擔任 漢武帝先後重用三個重要的外妻 來為他統御這些職業軍官 就是衛卿、獲取兵跟李廣麗 每次統兵出征 這個主帥都是這三個人 這些外妻 然後呢 其他的職業的這些軍官呢 則為這些外妻軍人的下屬 這樣的做法就導致了三西軍人 跟外妻軍人的衝突 我們說這些職業的軍官 以三西人為主 然後結果這個皇帝要利用他們去作戰 可是又在他們的頭上 這個放上一個外妻來統御 就造成他們的衝突 那三西軍人跟外妻軍人衝突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在這個李廣 這個李廣一門剛好跟這個三大外妻衝突 非常有趣 李廣一門也是三世為將 這個李廣 然後到他的兒子這個李改 李廣跟這個衛卿衝突最後自殺 他的兒子跟獲取病衝突 然後被獲取病射死 然後最後他的孫子李玲 跟這個李廣一門 外妻李廣一門不合 然後最後兵敗投降 匈奴你看又是剛好圍將三十又完蛋了 又是另外又是一個圍將三十的例子 三十圍將就必敗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 當然不是所有的這個三西軍人 這個都下場都這麼慘啊 這個在三西軍人裡頭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李廣這個 這個他們一門三代 這樣子喜歡跟外妻衝突 有一些外妻軍人 他們比較善於處理 他們跟皇帝以及外妻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們仍然可以飛黃騰打 所以在五帝一朝 雖然如是者 如是當宰相的人很多 但是軍公出身為相的 也依然存在 比方說像李蔡啊 公孫賀啊 這些都是三西軍人 他們也憑借著善公 升任這個宰相 成為這個官僚體制中的領袖 官僚群的領袖 所以從這個這些例子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五帝的時代 雖然已經有三東出相 三西出降的這樣的一個諺語 可是降與相的分別並非絕對 就是說 沒錯這個 山東人比較喜歡讀書 這個他們比較出了比較多的儒式 然後三西人比較尚武 所以職業軍人多半是三西人 可是降與相之間的差距 並不是那麼的絕對 我們仍然看到了大將為相的 這樣的一個例子 這也代表了 在西漢的時代 中國的文武之分 仍然還沒有絕對化 還是一個所謂這個 才姦文武 出將入相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接下來我們要分析一下士兵 OK 我們來看一下西漢的兵制 西漢的兵制要討論清楚 並不容易 主要的原因是文獻的記載非常的缺乏 而且彼此之間又有一些相互抵觸的 那我接下來對於這個西漢兵制的介紹是 學界一般的理解啦 當然其中有一些爭議 我們就是取大家比較接受的 當然這個問題不是 就是說我們對西漢的兵制掌握的 其實不是那麼絕對的清楚 先跟各位講一下 基本上西漢士兵主要的來源是征兵 原則上征兵的年齡是23歲到56歲 就是說你有當兵的義務的人 你在這樣的一個年齡的期間 有可能會被爭掉去當兵 好不好 那什麼時候政府會爭掉你呢 基本上當然就是有戰爭 這個有戰士的時候 有軍事的任務的時候 那理論上 一般的平民不太 不會經常的被爭掉 因為發生戰爭的次數跟頻率 並不是那麼的多 在西漢的時候 原則上如果你不是身在這個 漢武帝的時代經常打造 那個分身在比較 其他的皇帝 那個他們基本上都不對外發動戰爭 然後國內大致平靜的環境之下 一個有當兵義務的人 他當兵的時間就是兩年 這還蠻像台灣以前的這個征兵 在我的時代 那個所有的男性都要當兩年的兵 那這兩年的兵役分成兩種 第一種叫做鄭竹 他是在地方上當兵 就是說也就是在你的居住地的附近來當兵 按照你居住地 當地的需要 他分成幾種不同的軍種 比方說濟士 濟兵 車士 車兵 裁官就是步兵 然後還有水軍就是樓船 這個鄭竹是在當地方兵 一年 就在你居住地的附近來當兵 第二種兵叫做宿竹 就是離開你的居住地去當兵 那宿竹也是一年 他會擔任什麼樣的任務呢 第一種就是到京城來宿位 因為這個 首都是這個重兵之所聚啦 這個首都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所以首都當然有大量的這個長輩兵 就你到京城來當為這個京城的宿位 在漢代叫做這個南軍 在京城兵裡頭有兩支 一支叫南軍 一支叫北軍 漢代多數地區的宿竹 他到京城來的時候都擔任南軍 那北軍是什麼呢 北軍是由三個特殊的郡 的真兵來擔任 這個三個特殊的郡就是在長安城 首都長安長安附近的三個郡 這三個郡的真兵 他們到了京城來就擔任北軍 那為什麼這些人是擔任北軍呢 這是因為中國的工程的建築 是坐北而朝南 這是長安城 黃帝居住的是在長安城的北邊 所以也就是說 京城的軍隊分成南北軍 當然是北軍比較重要對不對 因為他直接拱衛黃城的安全 中國的首都都是三重城 就是一個大範圍的長安城 然後裡頭分成黃城 黃城裡頭又有工城 所以黃帝至少受到三重城牆的保護 那北軍就是負責保衛這個黃城的安全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在京城附近的 三個郡的真兵來擔任 因為這個三個郡是在京城附近 所以跟皇帝的關係比較緊密 所以這些真兵在皇帝眼中是比較可靠的 那來自於其他地區的人 就擔任南軍 那京城裡頭為什麼要分成南北軍 也是為了互相的牽制 就是這個你不能把金彈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頭 京城只有一支軍隊 萬一這支軍隊叛變皇帝就完了對不對 所以要兩支軍隊相互的牽制 南軍叛變就用北京鎮壓 北京叛變就用南軍去鎮壓 這樣子相互的牽制 這種京城軍隊相互牽制 是中國長期的慣例 歷朝京城的軍隊都是如此 就是京城裡頭絕對不會只有一支軍隊 就好像這個到現在這個台北城的安全是陸軍負責 可是總統府的安全是憲兵負責一樣 他也是一樣是分開分屬不同的單位 這個都是這個為了安全的考慮 好那一部分的宿主是到這個京城來當兵 那另外呢有一些人就到邊境去屯宿 所以就這種一年的兵役稱之為宿主 那什麼人來當兵 在漢大的文獻裡頭 他們是說選人為兵 為什麼是選 因為不是所有的男性都要當兵的 身體不好的男人是不當兵的 當兵是經過挑選 基本上還是所謂的富強者當兵 跟秦的傳統是一樣 就找那些身強體健的人 挑選他們來當兵 有當兵一無人就是當兩年 他一輩子就當這兩年兵 所以他原則上負擔不會太重 可是如果碰到經常發生戰爭的時代 則這些人可能會因為臨時的戰爭需要 而被動員上戰場 那這樣負擔就會變成非常的沉重 而且當時除了兵役之外 還有一般性的這個兵役稱之為 對不對 一般性的勞役付出 一般性的勞役付出稱之為搖曳 如果你又要扶兵 你又要扶一般的搖曳 負擔就會很重 特別是戰士憑人之時 就會造成人民負擔太重 那人民就會逃亡 就那麼那麼沉重的負擔 我沒有能力 承受 這幹嘛這逃兵 以當時而言 沒有田產登記者流動性就會比較大 不容易徵召他們來當兵 就是因為當時這個通訊技術不發達 所以人只要跑掉 這政府就不容易找到他 那人怎麼控制 政府怎麼控制人民 最重要的就是根據他的田產 因為農業社會嘛 當時還是一個農業社會 絕大部分的人是農民 所以他們附著於他們耕作的土地 透過田產登記我就可以找到你 你有這塊田 所以你是耕種這塊田 所以政府可以找到 所以當這些小老百姓要逃避兵役的時候 他們就往往把田產賣給 有償的賣給這些富豪 或者說是無償的乾脆把土地 就獻給這些富豪 讓自己成為富豪下面的依附人口 然後當富豪的奴隸啊 當他的這個殿客啊 這個脫身於這些富豪 那為什麼這些富豪能夠這個包庇他們 因為這些人有錢有勢 這個地方官往往對他們畏懼三分 所以你脫身於這些富豪 這些富豪就包庇你 然後政府要你去當兵 這個你就靠著這些富豪的包庇 而不用去服這些你應盡的義務 那這樣的現象如果越來越普遍 那當然就導致政府管理的人口減少 那政府管理的人口變少以後 直接的結果就是兵員的不足 那這樣的現象就是在漢武帝時代變得很嚴重 就是因為他不斷的對肆宜用兵 兵役繁重 對人民的生計構成威脅 那直接的結果就是戶口流失 增兵不足 這個人民開始想辦法逃避政府的管制 讓政府找不到人 那增兵不足的情況之下 政府的對策第一個 就是推動一個新的增兵這個政策 叫做七科澤 就是把七種過去沒有當兵義務的人 都送到軍隊裡頭去當兵 那其實他內涵跟我們在秦始皇時代看到的是一樣的 就是以罪犯罪序跟商人 就是有勢集者 其實就是所謂的商人在市場上有登記的 就是這些商人來當兵 那做法是跟秦始皇時代類似 就是擴大增兵 把一些沒有兵義務的人都送到送去當兵 那除了這種做法以外 和武帝採取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大量的招募這些有手無業者 以及外族 就是說這些所謂的蠻夷 讓他們來進入軍隊 一方面是擴大增兵 擴大增兵當然其實就代表原有的增兵體制 這個不服使用 那另外一方面是行招募 讓政府不再只單純依賴增兵 那招募的對象就是社會上這些 遊手好閒的這些無業者以及外族 那這兩個做法都造成整個原有的增兵制度 開始這個瓦解 另外一方面 為了對抗匈奴人 槍人跟開拓西域 邊境上開始要大量的駐軍 這是因為這個漢破壞了 跟外族之間原有的和平關係 大家兵年禍節 兵年禍節的結果就是你在邊境上 駐守的軍隊要大量的增加 當邊境上長期駐有大量士兵的時候 原有的真兵就變得不好不適合不好用 為什麼因為有真兵來來去去 然後我們說他當一個宿主 他就在那邊待一年 理論上他就應該要回家 所以政府就覺得說 你這些真兵來到邊境上只待一年 對我來說不夠用 我希望有人可以待久一點 那什麼人可以待久一點呢 基本上就是墓兵 我把招募來 我給你薪水嘛 讓你長期的去囤住 我養你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真兵就開始衰落 墓兵就開始興起 這樣的改變 我們可以從漢減 我們現在找到了漢減 考古發現漢減裡頭 看到了這樣的一個轉變的跡象 二十世紀初期的考古學家 在居岩地區這個地方 你看現在內蒙古這個地方 找到了大量的漢減 這些漢減長期的埋在土地這個沙漠 藏在沙漠裡頭 所以被保存下來 那為什麼這個地區會有這些 書寫文字的簡片 這是因為當時漢代的軍隊駐房在這裡 所以在這個地方發現的漢減 絕大部分都是當時軍隊留下的公文書 當時軍隊住在這邊 所以這個用竹箭來抄寫公文 然後所以這個最後留下來 然後因為埋在這個乾燥的地方 不會腐壞 所以我們現在隔了兩千多年 還是可以看得到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居岩的位置 居岩是突出於和這個國防線的一個前進據點 我們說過了 你要保護你的這個主防線 一定要在這個主防線的前面 製造設置一些前進的據點 居岩就是這樣的一個前進據點 所以這個地區駐守的兵力並非非常的多 可是它非常突出 它比較深入在一個這個草原地區 後來這個中國的北方日溢乾燥 這個地方就變成沙漠 這個當時還是草原了 所以人可以適合居住 那後來就變成沙漠 所以這些後來就沒有人居住了 變成沙漠的地區 然後這個漢檢才會被一直留在那邊 然後一直沒有人去動它 所以我們現在還可以找到 和武帝往西邊開拓建立了四個郡 武威 張業 九泉 敦煌 他們最主要的防線是這個地區 然後居岩是突出於這個防線的一個前掃的據點 居岩的漢檢 留下來的數量非常的大 漢代的竹檢是用這個繩子把它串起來 串起來就像變成一本書一樣 都變成一個整面的這個紙一樣 那隨著時間久遠 那個串的這個繩子早就爛掉了 所以你現在挖到的竹檢就變成一支一支的 所以這是我們解讀竹檢最麻煩的 就可能它本來是前後文是完整的 可是這些繩子斷了以後 它就變一支一支的檢就分散 然後埋在地下 然後這個經過兩千年都早就錯亂 所以本來完整的資訊現在都變成一 單條一條一條的 所以在解讀的時候變得非常的困難 不過無論如何 這個這畢竟是兩千年前留下的一種 最直接的資料 沒有人去篡改它 除非當然有人偽造 你說這種東西有沒有偽造 當然有啊 有人偽造他賣錢對不對 那否則這些東西是一個最直接 這個留下來的資料 它可以提供我們有關於漢代的軍隊 一個直接的資料 這數量非常多 是個幾千條 一條一條的竹檢幾千條 我們我們挑了四條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好這個是竹檢的這個現在照相的 照相照相以後的竹檢 好我們把那個士文 就是我們解讀這些文字把它寫在這邊 好這一條是他說 君於獻間什麼史 好那個字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這個字沒有 我們現在找不到對應的字 我們沒有辦法寫 這什麼什麼史 兩千四百 就是說陳其然它記載的是武器 他說我們現在呢 有一種劍 還有兩千四百隻 那我們再看這一條 他說馬一匹白母齒七歲高六齒 這很明顯的是記載戰馬的資料 有一匹馬 白色的公馬 從他的牙齒判斷 他已經有七歲了 然後他高六齒 高六齒其實蠻高的 這個當然是很適合當戰馬 高頭打馬對不對 我們再看這一條資料 這是一個關於士兵的資料 這個竹檢上面壞掉 所以第一個字壞 看不見 底下的是什麼 昌義國 十兩里 公事廢圖人 連二十 連念三 就二十三 這個 我們把這一段 竹檢的上部 把它視為 昌義國 什麼里 這不是實啊 這個實是錯的 因為這個字打不出來 它是一個實加上一個 義 右邊的耳朵 那這個字 我沒有辦法打出來 現在我們不用這個字了 我就把它打一個實 實在這裡 兩里 然後 公事 公事廢圖人連念三 這是一個士兵的資料 這個士兵是從一個 某一個國 在西漢一個國就是一個縣 從一個縣的一個里 爭掉來的 所以它是一個宿主 它是一個爭兵 二十三歲 那也符合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漢代 伏兵印的年齡是從二十三歲開始 然後底下是記載 他到軍隊以後領了一些補給品 我把它寫在這裡 袍一禮 席禮一兩 席禮就是這個草鞋 單衣一禮 一件衣服 還有褲 一兩 就兩條褲子 這是褲 這是褲 骨血的褲子的褲 所以這是一個記載這個 士兵 他的資料 跟他領取的這種軍需品的這樣一條肚件 為什麼他是宿主 不是宿主 他是宿主 不是鄭族 因為他是來 他是離開了他原來居住的這個倉義國 到北邊來束手 我們說鄭族是在本地當兵 宿主是到邊境去當兵 因為這個資料是在居延發現的 所以他一定是宿主 因為他是被徵調到北邊去的 對 這樣可以理解 因為他是在軍營當兵對不對 所以他的資料才會埋在那個地方 OK好 那我們再看最後一條資料 最後一條資料很好玩 文字非常的多 那為什麼這麼多 我們推測他是一個出入的平鎮 他是一個平鎮 就是說因為這個地區是邊防要地 然後我們也說了 他是一個非常深入北方草原的據點 所以這個地方基本上是沒有平民的 只有軍人在這邊駐守 那出入這邊的都是軍人 所以他有管制 這條平鎮呢 是既在漢昭帝始源十年 論月甲城 居原以軍官為出入六寸符卷 就居原這個據點跟另外一個據點叫金官 兩個地方有人要來往返的時候 他要拿這個平鎮 這是一個符卷就是一個平鎮 持百從第一至千 這個大概是一個編號 看不太懂 這個猜測大概是一種編號 左居官又以軍官符合以從事 然後底下寫一個第八 那也就是說 你要拿著居原的這個人 拿著這個符鎮到金官去 跟那邊也有一支相同的符 兩個要核對 核對以後 符合了以後 他才能夠到金官去 以從事這個符卷才能夠生效 所以這是一個往來兩個據點之間的一個出入的符卷 就是說出入的一個憑證 然後那個明顯就是竹片 然後用毛筆 這個沾末把它寫在上面 然後因為長期的埋在地下 所以還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這些竹片透露了什麼訊息 我想第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是 當時駐守在居原的漢軍 已經有非常複雜的組織體系 居原的漢檢 他留下來的時間大概是從漢招帝 就五帝的兒子招帝 一直到西漢結束 也就是是紀元前一世紀的東西 距今有2200年 所以你看到2200年前的西漢的軍隊的組織 已經很複雜了 而且政府對於這個軍隊的管理 已經非常的成熟 也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政府的軍隊的管理 都透過文字 書寫的文字來進行 那為什麼書寫文字 透過書寫文字它代表的是一種 進步成熟 因為透過書寫文字 你的所有的資料可以長期的保存 便於查核 你要想那如果你這個軍隊的管理 還停留在口口相傳 那很多東西都很容易錯亂 或者被遺忘對不對 透過文字的紀錄 這個軍隊的管理可以變得更有效率 而且這個更更有這個可以考察 這個你要你要去翻查 以前紀錄都變得很容易 當然這個在2000多年前這個軍隊的管理 已經進入到書寫文字 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成就 那透過我們剛才的這個介紹 你也可以看到 不管是士兵 不管是馬匹 甚至軍器 都有非常仔細的記錄 對 就是說這個管理是已經非常的精細 第二個 很顯然真兵制度在實施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那個竹箭 士兵的林子跟他的鄉林 一起記在於公文之中 這個是真兵才有的現象 為什麼 因為真兵他來當兵以後 他要回家 所以這個士兵跟他從何而來 一定要記在非常的清楚 因為將來他要回去 這我不知道這個 因為各位都沒有當 絕大部分都沒有當兵的經驗 因為你現在也沒有什麼成功你集訓 像我們在快30年前 我考上大學的時候已經快 將近30年了 再過幾年我就要說我30年前考上大學這樣 現在可以說20多年前我考上大學的時候 好 這個我們考上大學第一件事就是 空公里服B1 服6個月的訓練 當然6個月的訓練 然後我們到成功里 就是 就是你要先去你的護證事務所去拿一個車票 然後做成功領專車 然後所有人到成功領 然後下了火車 然後再坐這個bus 這個照成功領 到成功領第一件事以後 就填個人基本資料 你是誰 叫什麼名字 然後你的柱子是什麼 在哪裡 就填這些資料 那時候我們在下車 然後大家在填資料 然後旁邊就有人說 誒 這個 你不要寫你的柱子是台北市 你要寫台北線 就有人聽到那個聲音 小小的聲音 誒寫台北線 不要寫台北市 可是那裡就很奇怪 因為所有人其實 我們內 所有人全部都從台北市來的 因為我們那個是一個火車 從台北 台北松山車站開出去 到成功領 所以所有人都應該 都是 絕對都是台北市 然後你寫著說 誒不要寫台北市 寫台北線 那時候很奇怪 那我這個比較乖 所以我就還是乖乖寫台北市 不然就台北市 然後後來 六個月送信結束以後 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有人 當時有人寫說 你要寫台北線 因為結束啊 然後要回家對不對 回家也是 他用鑽車把你送回去 可是台北線的鑽車 早上出發 台北市的鑽車 下午出發 當場就虧了半天 你就知道 這個當兵的時候 大家這個半天 那個六個小時很重要 不能多待六個小時 那是損失 所以就知道 為什麼這個徵兵 這個鄉禮是非常重要 這個到二十世紀 都還是如此 你要寫清楚 好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剛才那個廢徒人資料 他寫他是從什麼里來的 所以很明顯的這個證明 漢代存在著里甲制 現以下游所謂的里跟甲 按照那個戶籍來進行徵兵 不過 在居然裡頭 不是所有的士族 都是這個 像剛才那個廢徒人一樣 記在著他的鄉裡 有一些宿族 並沒有記在鄉裡 而提到他們是義募士 是責族 或者叫慈行士 也就是說 這些人不是真兵 他們是招募 政府花錢 所以他們來這邊當兵 還有呢 罪犯 被貶責到這裡來 還有一些所謂的辭刑 辭刑跟責族是類似 辭刑就是說 你本來犯了什麼嚴重的罪 讓政府給你赦免 那赦免代價什麼 送你去當兵 叫做辭刑士 所以你已經可以看到 到了西漢的晚期 就是說 我們剛才說的這個居然的漢節 是從朝地到西漢結束 到西漢的晚期 軍隊組成就已經變得非常的複雜 他不再像過去一樣 單純的是真兵 所以我們剛才講 從漢武帝以後 這個真兵制度就開始衰落 這個募兵 跟這種責族 這個罪犯來從兵 就成為軍隊組成中的 這個重要的部分 這是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我們從巨岩漢解 知道的是 所以我們剛才沒有看到 這個在巨岩漢解裡頭有一些 有關於屯田的紀錄 所以從這些屯田紀錄 我們可以知道 屯田的確在這個地區進行 可是這個地區是一個 深入草原的據點 屯田是透過 早景取水來進行 你怎麼知道 屯田需要大量的水 那草原地區的特色就是 降水不平均嘛 有的時候多有的時候少 所以要進行屯田 其實是非常大的一種負擔 就投資很大 你要找景 然後去取水 然後來灌溉這些作物 那你會問我說 那為什麼你要在這邊進行屯田 這種屯田很明顯的是 非常非常浪費的一種投資嘛 你要想去可以想像嘛 你要種那些東西 然後你還要浪費大量的人力去挖井 然後去打水 然後灌溉他們 然後好啊 讓你種出一些東西來 那就夠所有的人吃嘛 你可以想像大概是不夠啦 很難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這個也是各位如果去當兵 大家就知道原因 因為你知道當兵是一個非常無聊的事情 然後當兵的時候士兵最怕的就是沒事做 我以前在進門當兵 那個軍隊最安靜的時候 就是每天都在演習 每天從早上六點鐘起床 一直晚上忙到晚上九點 然後再吃飯睡覺 那你就會覺得那個軍隊非常非常的平靜 因為我們是軍官嘛 我們是御官 然後管理這些士兵 然後發現士兵 每一個人都累得要死 然後大家怨聲載道 可是這個軍隊都平平安安都不會出事 然後等到那個士兵開始正常放假 然後他們忙的時候他們都管制休假都不能放假 一個禮拜七天都在忙 然後等到他們開始正常放假 他們開始沒事沒什麼事 正常放假 那糟糕糕了 所以就開始出事啊 什麼逃兵啊 然後那個什麼打架啊 然後那個自殺啊 就跑出來 那為什麼 因為士兵沒事做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想家 開始東想西想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口角 所以他們就會打架 然後就什麼問題都跑出來 所以當兵的時候 你常常知道這個做軍官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找事情給士兵做嘛 就是一定要找事情 他們常常以前開玩笑嘛 說今天去在那邊挖一個洞 明天去把那個洞填起來 這樣子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你要士兵這樣做 要不然他們沒事就會出事 然後我的解釋是說為什麼要屯田 就在這個地方屯田 可以讓這個軍隊自己自主嗎 這不可能 不可能 這個我們現在掌握的 漢代的屯田資料其實很少 可是我們掌握到哪裡的資料很多 清代 清代在現在的新疆進行大規模的屯田 留下了非常詳細的資料 清代離我們現在大概就是三百年 最多了 差不多他們那個屯田資料 大概是距今三百年前的資料 三百年前跟兩千年前 那個農業技術相比 當然已經進步非常的多 可是清代在新疆的屯田 其實一直都不能自給自足 也就是說投下去的投資 比收成的結果其實來得要多 你的收成是彌補不了你的投資 當然清代為什麼要在新疆屯田 有它的因素 有它的因素跟漢代是不一樣的 有它特殊的考量 那漢代的 可是你可以從這個結果帶推資 漢代屯田在這個地方屯田 絕對不可能自給自足 有很多人以為說這個漢代 這個在邊境屯田 他軍隊可以自給 我想這個就是 就不介實際了 好最後一點是 這個地方是一個前線據點 所以這個地方的士兵 最重要的工作是觀測底型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據點 絕大部分是烽火台 就是所謂的封碎 透過漢解 我們可以了解這個 封碎制度運行的實況 大致上每一個烽火台 是由士兵實員來這個駐守 他們最主要的工作 在於觀測敵情傳遞消息 白天的時候發現敵情就燃蜂煙 晚上則用聚火 所以每一個烽火台上 最重要的就是 維持兩套點火的設施的堪用 因為隨時要傳遞情報 這些水火設施 你要想辦法 不要讓他們受潮 讓他們隨時可以點燃 然後在該傳遞情報的時候 傳遞情報 那也由於他們的任務 是這個傳遞情報 所以每一個烽火台人數不會很多 他不是一個說 逐一個烽火台 讓那邊駐守強大的兵力 然後可以跟敵人來作戰 風火台的功能不在於此 他只是在傳遞消息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個 2000年前駐守在這邊的士兵 結果他們生活其實非常非常的無聊 每天面對著一望無際的草原 然後最重要的工作呢 就是瞭望跟維持這個烽火設備的堪用 那可能他們有的時候 就沒事幹就去屯田 做點事情 然後一旦敵情出現 漫山遍野的匈奴忌兵 向他們衝逼近 對不對 那你可以想像他們最重要的事情 當然就是點燃烽火 然後接下來怎麼辦 不知道 沒有資料 可以讓我們知道 不過你看可以想像 大概 大概有幾個吧 第一個大概就躲起來吧 第二個大概就投降了 但你不會想要去逃走 因為大家都沒有辦法真正逃走了 不過還好呢 就是說對於這種烽火台 原則上敵人不會攻擊你嘛 敵人不會笨道去攻擊烽火台 敵人笨道 攻擊烽火台只有一個 一個目的就是在烽火台 還沒有點燃烽火之前 把這個烽火台的守軍全部殺掉 避免他們傳遞消息 否則這個烽火台點燃了以後 那個你當然就不要去攻擊他了 你就趕快往南邊走 因為你的行動已經被敵人發現了 那你最重要的事情 當然是在敵人來得及做出反應之前 攻到你要攻攻到的這個地點去 對不對 那也不會有人真的去圍攻這個烽火台 所以我猜到躲起來是比較 是有可能的 要不然那也就是投降了 你問同學突然想到說 這個我們剛才講這麼多都是透過這些 這些竹片嘛對不對 如果沒有找到這些竹片的話 我們都我們剛才講那些東西都不能講對不對 你有想過這些竹片從哪裡來 對從南方運來對不對 好從南方運來 那我們也說了這些竹片 它其實是在日常之中來使用 它不是一個特殊的東西 它就是在日常的時候 這個軍隊他為了要管理 所以他要留下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紀錄 士兵的紀錄 馬屁的紀錄 兵器的紀錄等等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時對於這個竹片的使用量 其實還相當的大 因為你是經常要用 可這些東西都必須要從南方運來 所以你可以想像 漢政府要維持這個據點何等的昂貴 你不要說什麼吃的穿的用的啦 兵器啦 馬匹啦 都要從別的地方運來 連你書寫的工具其實都要運來 現在我們要書寫好簡單 隨便拿一張紙對不對 隨手可得 可顯然在2000年前的漢代不是如此嗎 所有的東西都要運來 那你可以看到 政府為了維持這個據點 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我們剛才講呢 如果你是一個士兵 你在這邊駐守 何等的無聊 又何等的危險啦 當你情願無聊啦 你說那我情願就是 這個我長期駐守在這邊 從來不要發生狀況對不對 發生狀況就性命之憂啦 這個你怎麼打嘛對不對 這個前進據點 根本其實沒有多少人 不可能跟敵人作戰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個為什麼你看到 這個漢代的文獻裡頭 對於這個武帝的拓邊 以及之後 這個在這些北邊 這個屯田駐兵 往往都非常的批判 當時其實非常批判 我們後來這個念書 我們前面念書的時候 都這個課本告訴我們什麼 漢唐武功好偉大好偉大 漢武帝徵法事宜 這個軍事成就多高多高 其實當時的人可怕多半的人 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歌頌的事情 這其實是一個極為耗費國家資源 讓人民付出非常大代價的事情 其實我們從這些漢解 我們都可以去想像到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如果你去看當時人留下來的批評 留下來的文字 其實對於這種政策 基本上是反對的 而不是歌頌 好我們最後一點時間 可能沒有辦法講完 不過我們再稍微 我們開個頭好了 就是從軍演漢解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西漢軍事組成的改變 除了過去的徵兵 傳統的徵兵之外 加入了募兵 跟這種罪犯衝軍的這些士兵 那這樣的一個軍事組成 到了東漢時候又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這西漢後來為王莽所竄 可是王莽這個政權只存在了15年 就崩潰天下大亂 這個又回到了這個秦國末年的狀況 然後在這個亂局之中 最後由光武帝留秀 這個統一了重新統一了中國 光武帝統一中國以後 他其實跟他的祖先劉邦面臨 相同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 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將領 這個大亂之中重新統一 當然都依靠將領在戰場上的奮鬥 對不對 那現在天下太平了 你要怎麼安排 不過劉秀就比他的祖先劉邦幸運了許多 這個他的祖先在天下平定之後 又用費勁的心機去消滅了那些 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 可是劉秀就不必如此了 這是因為光武帝劉秀跟他多數的功臣 他們的出生都是士族豪門 他們都出生一些有錢的大家族 而且他們就因為他們出生有錢有士 所以他們都是讀書人 他們是讀書人 所以他們同質性非常的高 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面就變成非常的容易 所以西漢初年的這些功臣 都是這個出生低為 然後沒有學士 東漢剛好相反 他們都是出生原來的社會上 有地位 有權勢的人 而且他們都有學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當天下太平以後 這些功臣很快的 就自動解除了他們的兵權 以及交出政治的權力 我們要看一下後漢書 記載東漢歷史的後漢書的賈富傳 記載這個光武帝手下的重要的功臣 這個賈富 他在天下統一之後的作為 他說賈富之地欲艷甲兵修文德 天下太平他知道光武帝希望採檢軍隊 然後把國家發展的重心到 發展到文德上面 不願功臣擁重金城 不願意這些功臣都還保留他的軍隊在金師裡頭 所以南宇高蜜猴鄧宇並票甲兵敦如雪 他就跟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臣鄧宇 一起把他們的軍隊都遣散 然後回到他們作為讀書人的這樣的一個本色 回去 開始去念書 然後這個 回到去發展儒家的這些學問 所以地生然之 所以光武帝看了就很高興 這些功臣自動解除兵權 解除政權 所以罢左右將軍 所以本來賈富是左將軍 鄧宇是右將軍 就把他們的左右將軍的 這個職位罢免除 賦以列猴就地 然後讓他們封他們喉絕 讓他們回家 那也就是說解除他們的政權 他們不在政治上面也扮演角色 所以也由於整個工臣集團都是讀書人 所以他們很自動的去解除他們的兵權跟政權 所以整個東漢政權建立的過程就變成非常的容易 然後隨著國家的安定 裁軍也就順利的開始在進行 兵制的改變 從西漢到東漢兵制的改變 你可以看到它不是一個 一瞬間的事情 它顯然是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從西漢開始 徵兵制度 就開始逐漸的走下坡 這個應該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到了東漢建立以後 為什麼統治者會決定要廢掉這個徵兵 一般性的徵兵要把它停止運作 主要的原因是東漢立國的背景 它是繼承一個大亂之後 在這個大亂之後 統治者最重要的工作 是要所謂的艷甲兵修文德 也就是說它要讓這個飽受戰亂影響的國家 轉變為去發展經濟 去發展文教 去發展這些東西 那在這樣的環境裡頭 你為什麼還需要爭人民來當兵 既然你國家的發展政策 是要減輕人民在軍事上的負擔 那又何必繼續留著徵兵制度 對不對 這是我們可以說它第一個考慮 可以這樣說 另外一方面 東漢是在大亂之後建立的政權 舊有的戶籍登記早已經失效 這個早已經沒有什麼用處 人民在戰亂之中流失 流離失所 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中 你要去實施徵兵彈何容易 這個我們知道這個你要實施徵兵 一定要良好的戶籍的登記 有良好的所謂的離甲組織 也就是這個基層的這個組織 基層的行政組織 那這些東西都已經在這個 新芒政權結束後的戰亂裡頭 這個破壞掉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如何來執行徵兵 更何況這個跟隨光武帝打天下的 這些軍隊數量龐大 這個天下統一之後 根本不需要那麼多的軍隊 那這些軍人你讓他結甲歸田彈何容易 這個結甲歸田聽起來很合理 這個很正常 可是問題是這些人的田在哪裡 這個他過去的家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很多的士兵他是沒有辦法 這個讓他回到舊有的生活 有些人當然可以 可是有一些士兵是不行 那這樣的士兵只好幫他保留下來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頭 基於我們剛才所說的這些考量 東漢光武帝在建武七年就下令停止 地方上的紀氏跟財官的徵集 我們講過在這個西漢時代 地方兵就是所謂的紀氏財官 像這樣的徵集活動 就在建武七年畫上的句點 徵兵制停止運作 那軍隊從何而來 軍隊基本上是由長期服役的營兵為主 這個新的一個名詞叫做營兵 為什麼叫做營兵 因為這些職業兵 長期服役的職業兵 他們在軍事要地設營駐長 長期的屯住在某些需要駐兵的地區 所以就形成了所謂的營兵 稱之為營兵 那在邊境上面則也有屯田兵 那營兵跟屯田兵都是長期服役 他們是拿薪水的募兵 徵兵制度基本上停止運作 不過在邊境上面仍有部分的保留 邊境上的紀氏仍然有這個徵集的這個例子 我們仍然在史書中可以找到 所以邊境上並沒有完全停止徵兵 可是除了邊境之外 其他的地區的這個徵兵都已經停止 也就是說東漢的軍隊 是以招募來的職業兵為主 再搭配部分的徵兵 還有呢還有什麼還有外組兵 招募外組來當兵 如果臨時有大規模的戰爭爆發 他也會進行臨時性的招募 或者乾脆就赦免罪犯來衝軍 就是說我臨時需要比較多的軍隊的時候 那我從何而取得這些兵員 那就是臨時的招募 或者就是乾脆就是把死罪的囚犯赦免 那我們來看一個色免死刑犯來當兵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在孝明帝就是光姆帝的兒子 東漢的第二個皇帝孝明帝的時候 他曾經下招這個招三公募俊國中 都官死罪細囚 在漢代處理這個死刑犯只有在秋天進行 這是因為漢代的政府的施政 深受這個陰陽學的影響 認為政府的施政必須配合這個四季的運行 必須要調和陰陽 那這個在這個四季的這個觀念裡頭 只有秋天是肅殺的 是適合殺人的 所以只有秋天來執行死刑犯的處決 那被判死刑的囚犯 他們會被關在監獄裡頭 一直等到秋天來處決 比方說他在春天已經判刑定業了 被判了死刑 可他可以活過夏天 然後一直到秋天才會被殺 這些人就叫做死罪細囚 關在監獄裡頭的死刑犯 那這個招書就說呢 他下令三公就指這個 三公就是指這個政府的這個領導者 這個最高階的官僚 叫這些官僚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牧 還是牧 就是問他們有沒有這個意願 就是說你們這些死刑犯 我現在給你一個條件 條件是什麼呢 減罪一等誤吃 易渡遼將軍以屯朔方五元之鞭線 我給你的條件是 你的死罪我把你減掉 減罪一等 減罪一等是什麼 在漢代的刑犯裡頭 死罪下一等就是吃杖 就是用棍子打 折打 然後他說減罪一等 死刑減罪一等就是要吃 要吃杖要打 那說不打 那這不只減一等 這其實減好多等對不對 本來是死刑減一等要到吃杖 吃杖也不打 那其實減好幾等 那條件是什麼呢 條件就是說 你們要去屯住在邊線 然後底下還有更好的條件 他說妻子自隨便站著邊線 父母同彩亦相待者 襲聽之 他說如果你去北方 這個邊境上面去屯住 那你的家人願意跟著的 都可以一起去 就是說你的妻子兒女 願意跟隨你的 都一樣你們就去邊線裡頭 這個邊境上面就定居 那如果你的妻子不願意去 可是你的父母 或者跟你過去同住在一起 所謂同產就是一起住在同一個 這個家庭裡頭的人 他們願意去都可以 全部都可以 然後底下又規定 他說凡騎者自公弩一糧 而且如果你願意去呢 你在旅行途中的所需所用的 以及你到了邊境以後需要的武器 我們政府都幫你準備好 那如果你是死罪 我看你大概都死刑犯都讀運去 雖然說他是用木對不對 可是因為這個條件 非常非常的優厚對不對 你本來這個眼看就要死了 結果現在政府給你一個條件 就是說可以讓你跟家人重新團聚 然後還給你旅費 然後唯一的代價就是說 你要搬到邊境上去住 那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優厚的條件 好這是一個例子 你看到這個以赦免罪犯來當兵 好這樣的一個軍事的政策 他就產生了一個結果 就是帝國西部跟北部邊區的民眾 因為經常要面對這個遊牧民族的軍事威脅 而有軍事的經驗 可是呢在帝國東部跟南部的 多絕大多數的百姓 卻從此就跟軍事這個脫節 因為他們不再負擔任何的軍事的工作 這種兵役上負擔的不均勻 也就造成了帝國東部跟帝國西部 文化發展的差異 你可以想像在西部跟北部 比較靠近邊境的地區 人民還保持一種上武的精神 還有這個經常習武這樣的一個需要 可是在多數的地區 在國家多數 特別是東部跟南部的地區 人民就已經不可能再去接觸軍事 因為毫無必要 這是東漢的這個軍事 這個上面的一個改變 好這樣的一個改變 他在過去經常的被歷史家所抨擊 我還記得我中學念書的時候 這個我們的歷史課本上面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東漢因為這個把真兵制廢除了改型 募兵制 所以東漢時期這個在軍事上的成就就比不上西漢 這個過去這個中學課本都這樣說 這個當然現在都已經被刪掉了 那東漢的募兵制度 最被歷史學家抨擊詬病的 我們說他其實經常被歷史學家批判 特別到20世紀以來 這個批判聲音非常大 那最被詬病的一點就是 他最後造成了軍隊私人化 導致政府對於軍隊控制的這個喪失 而產生了軍閥 那我想各位對東漢末年的歷史 這個其實還滿熟悉的 我想在座的大概絕大部分的人 都玩過什麼線上三國 三國演繹 三國遊戲 對不對 你們都知道東漢最後的結局 就是軍閥的這個歌劇 導致這個中央政權的瓦解 對不對 國家陷入分裂 進入到三國 對不對 所以因此 20世紀許多的歷史家 都把東漢的滅王 歸咎於光武帝 廢了徵兵改行募兵 就說這個你看東漢最後有這樣結果 其實是因為他的這個兵制 軍事制度設計不良 所以才會導致這樣的一個後果 可是問題是 如果 募兵制 他就是 導致軍閥形成的原因 只有我們應該這樣子問 那為什麼東漢實施募兵 兩百年 他到最後才產生的軍閥 如果你的因果推論是說 實施募兵就會導致軍閥的話 那我們很自然的應該產生這樣的一個疑問 就是那為什麼東漢前期不會有軍閥 而是東漢最後 那我們也應該這樣問 就是說那中國歷史上其他實施募兵制度的朝代 是不是都一定會產生軍閥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答案都是否定的 因為在中國歷史上 從東漢以後 募兵制其實就是一個常態 在很多的時代裡頭 我們都看到募兵制的這個實施 可是不是每一個時代都會產生軍閥 比方說在宋代 宋代長期的實施募兵制度 可是他沒有軍閥的產生 所以因此過去歷史家對於 東漢實施募兵制度的批評 在某些這個層面上 恐怕是這個過度的誇大 也就是說他們往往把這個募兵制 跟這個軍閥的產生畫上等號 我想這個是有問題 也就是說募兵制充其量 只是導致這個軍閥產生的因素之一 他絕對不是唯一的因素 也不是說你推行募兵制 你就一定會產生軍閥 我們想這個如果我們要了解歷史的話 我們必須在這個邏輯上面要搞清楚這樣子 就是說很多的邏輯不是這個應該 不是這種直線式的因果 就是從A到B 因為有A就必然有B的這個結果 好我想歷史這個很多的 我們解釋歷史的發展不應該是這樣子的一種邏輯 好所以我們應該來重新的檢視 為什麼東漢末年會產生軍閥 我們應該來寫思這樣的一個因素 好東漢末年為什麼會產生軍閥 東漢末年的軍閥又從哪裡開始 我們可以了解東漢末年的軍閥是從西部 就是現在這個甘肅這個地區發生 那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出現軍閥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槍亂 槍人的叛亂是東漢一個長期不能解決的難題 槍人的叛亂從東漢初年就有 一直到東漢末年都沒有真正的把它解決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這個槍人的這個在邊境上 對這個東漢進行的騷擾攻擊 是一個這個東漢政權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而這個槍人呢他是一個人數不多的游牧民族 槍跟匈奴不一樣 匈奴是一個這個領域領土很大 人口很多的一個游牧民族 可是槍不是 他們活動的範圍並不大 基本上就是在現在的甘肅青海 這個地區在活動 他們的人數也不多 而且呢他們也不像匈奴形成了一個成熟的政治組織 在這個西漢這個秦漢時代的匈奴是一個 擁有非常成熟政治組織的這個游牧民族 他的殘餘可以耗力各個部族 可是東漢碰到的這個槍人並非如此 槍是一些非常臨散的部族 他們人數不多 他們也沒有什麼一致的行政組織 那這些槍人因為他們數量有限 所以他們對於東漢的攻擊都不是什麼大規模的 不會像什麼西漢時候這個匈奴 這個進攻往往眼看叫濱臨這個西漢的首都長安 對不對 這個往往是這種大規模的入侵 可是這個東漢的槍人不是 他們往往都是一種騷擾性的攻擊 因為他們人數很少 他們往往是 但是勢力比較大的時候 他們就對東漢進行攻擊 勢力衰弱的時候呢 就跟東漢求和 所以他變成一種斷斷續續出現 的這種一種騷擾性的軍事威脅 面對這樣的叛變 東漢政權非常的難處理 你發大量的軍隊去爭討 這些鄉人就往北逃 往西逃逃到沙漠去躲起來 他不跟你正面作戰 因為他數量有限 你出動大軍去爭討 沒有用 他們就躲起來 他們往往就是行蹤飄忽 那你要跟他和談也很難 因為我們說的槍人沒有一個什麼 中央政府 他沒有一致性的政治組織 他是非常臨散的部族 你跟這個部族談好了 那個部族又叛變 你好不容易安撫了這個部族 那個部族又新兵入侵 所以既不能戰也不能和 最後的結果就是守 這個我們說這個 大概你對外關係 大概不出這三個嘛 要不然就是跟他打 要戰 要不然就是跟他和談 那這兩個都走不通的時候 最後唯一的辦法就是消極性的防禦 就是你就是被動防禦 所以最後東漢政權只能採取這個辦法 在邊境上面長期的駐兵來防禦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槍人的叛變 什麼時候會跑出來 那這些駐兵數量要很多嗎 其實也不用太多了 因為這槍人數量也不多 可是他叫長期的屯住 所以就只好募兵 因為我們說招募來的這些士兵 可以長期的服役他們是職業兵 招募來的職業兵 長期的屯住在這個西部的邊境 這些募兵就久速西邊 時間一久就跟他們的長官 產生一個比較緊密的結合 最後就導致軍閥的產勝 那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東漢的第一個軍閥就是董卓 對就是這個大軍閥董卓 他為什麼會變成軍閥 就是他因為他附有這個防禦這個槍人的這樣的一個任務 那東漢的摔落 一開始就是因為這個董卓帶兵進入長安城嘛 然後開始干預朝政對不對 可我們也知道董卓干預朝政之後 東漢內部出現了反董卓的勢力 在三國演義裡頭叫做什麼 十八家諸侯陶董卓 如果你喜歡看三國演義的話 如果你喜歡玩三國遊戲 大家也有看到這一段對不對 就是說一群這個帝國東部跟南部的這個地方官 他們起兵來反抗董卓對於朝廷的干預 很顯然當東漢的歷史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所謂的軍閥問題已經不只極限於長期駐守 長期有募兵駐守的這個西部邊境 在帝國的東部南部東北部都有軍閥開始出現 那這些軍閥的產生你當然就不能夠再歸因於說 這個因為實施募兵制 所以這個士兵長期的囤柱 跟他們的長官有密切的結合 這不是這樣子嗎 這個東部南部的軍閥的出現 他們是因為反抗董卓 那為什麼他們有能力起來反抗董卓 那我們要看一下這些 這個在帝國東部南部出現的軍閥他們的性質 這些軍閥他們基本上都是所謂的世家大族的軍閥 這些世家大族長期透過土地兼閉 建立自己的勢力 特別是到東漢後期 由於整個政治的腐敗 東漢政權開始失去對戶籍掌控的能力 平民就為了在這個混亂的時代裡頭求生存 他們就依附這些世家大族 來作為世家大族的奴隸或者布取 受到世家大族的保護 然後他們的土地就交給 他們原來耕種土地就交給這些世家大族 然後他們幫這些世家大族來耕種 這些世家大族因此擁有大量的附庸人口 到了亂世這些附庸人口就轉而成為他們的家兵 他們自己的私人的武力 所以在帝國東部南部出現的這種軍閥勢力 第一個是靠他們自己的依附人口 所為班底所建立起來的軍隊 那另外一方面呢 這些世家大族 他們也往往就是地方上的長官 這東漢政權的特色 這個高級官僚通常都是世家大族出身 所以他們本身家裡是有錢有勢 擁有廣大的土地跟眾多的依附人口 他們另外一方面也掌握了政權 漢代的地方官權力很大 他們不僅擁有這個兵權 財政權跟一般行政的權利 他們另外一方面還擁有人事權 他們可以自己來征僻自己的屬官 他們手下的這些寮屬 都是他們自己來任用 所以權力非常的大 那到東漢末年為了因應這個內部的叛變 特別是像黃金之亂這樣的大變亂 東漢政府把全國分成13個州 各州設置週末 每一個週末狹若干的郡 每一個週末因此他們管轄的領域非常的大 所以又大權在握 所以這些週末後來就變成了軍閥 所以軍閥的產生也跟這個 東漢地方官權力太大有關係 另外一方面這些軍閥的產生 還跟當時人的價值觀念有關係 這個被一些現代學者稱之為一種二重效忠觀念 什麼叫做二重效忠呢 就是在東漢時代 一種價值觀念開始逐漸的形成 就是我是一個地方上的官員 我理論上應該對中央政府來效忠 對東漢政權效忠 對東漢皇帝效忠 可是事實上並非如此 我是一個地方官 可是我效忠的對象 其實是我的直屬長官 當我直屬長官跟中央政權發生衝突的時候 理論上這兩個對象都是我應該效忠的 我應該效忠中央政權 我應該也效忠我的直屬長官 可是當兩個發生衝突的時候 當時人的抉擇往往就是 我放棄中央我選擇 這個我的直屬長官 就是這種二重的效忠 他有兩個效忠對象 在平時這兩個效忠對象沒有矛盾 可是當這個國家開始崩潰 開始混亂的時候 地方的勢力開始崛起的時候 當時人的觀念就是 我要效忠我的直屬長官 那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當時人的抉擇往往是 我效忠我在地方上的長官 這是因為燦爛的地方長官 他自行決定手下了屬的任用 我是一個郡守 我手下的這些主要的屬官 都不是中央朝廷任命 而是我自己任命 所以長期以來 我做一個郡的長官 我跟我下屬 就有一種君臣的關係 因為是我任用你 而非東漢的天子任用你 所以理論上 我手下的這些寮屬 他也是東漢的官員 他應該要對天子效忠 理論上是 可是就實質而言 他們的任用都是由我個人來決定 而非天子來決定 也不是朝廷來決定 所以在情感上 他們真正效忠對象是我 對於這些地方的屬官而言 除非他們有朝一日到中央任職 否則他們跟中央的隸屬關係 非常的淡薄 當然有一種可能就是 我在地方上當屬官 因為表現良好 所以我就升官嘛 我就升到中央去任職 當然有這種case 當然有這種例子 也是對很多的地方上的官員而言 他們不是這樣 他們就長期待在地方上 他們東漢末年 由於中央的這個朝政腐敗 地方上這個社會的精英價值開始改變 他們越來越覺得這個中央政權 不值得他們效忠 因為中央政權裡頭充斥著這個外戚 跟宦官的鬥爭 然後這些掌權者都非常的腐敗 這個各式各樣的問題 所以到了東漢末年 軍閥開始出現的時候 你會發現當時人選擇 效忠地方的長官 因為他們覺得中央政權 已經不值得他們效忠 他們開始認為對於國家 東漢這個國家的效忠 已經不重要了 這個國家不值得他們來效忠 他們認為私人的義氣反而比較更重要 就是我跟我直屬長官之間的那種 私人的義氣 那種我們自己形成的那種軍臣關係 我覺得更重要 這種關係已經取代了我對於這個 東漢這個國家的效忠 那當這樣的一個風氣形成之後 你當然可以想像這個國家當然必然走向分裂 這些社會上的精英已經不在效忠中央 而選擇他們所認同的地方政權 所以當然這國家必然的分裂 我們講這些主要是要告訴各位 東漢末年的分裂 它產生的原因是多元的 不能像過去學者那樣 就把它歸映於 因為東漢實施木兵 因為實施木兵 所以導致軍閥 因為有的軍閥 所以中央控制力下降 所以這個國家就挖緊 我想那種直線式的推論太過於簡單 東漢為什麼會走向分裂 它有許多的因素來造成 這些因素有些是很長期的 比方說這個地方官的權力太大 這個是一個長期因素 長久以來就是這樣子 那也有短期的因素 比方說東漢末年中央政局的腐敗 中央的政治鬥爭的激烈 導致這些社會上的精英 放棄對於這個中央政權的效忠 當然這個是短期的因素 是在這些不同因素的夾雜之下 東漢末年的軍閥才會形成 那我們也知道最後的結局 就是軍閥的割據 造成了東漢王朝 也就是漢王朝的結束 中國的歷史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而這個階段其實還蠻長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魏晉南北朝時期 這是一個中國歷史上的一個 綿延200多年的一個大分裂的時代 好 我們第五獎就介紹到這邊 好 有些簡單的書目 然後各位如果有興趣 各位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我稍微簡單的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講過東漢政權的建立 跟這個世家大族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雲英時的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在第109頁到184頁 有對這個問題有很仔細的介紹 所以如果你對東漢政權有這個 這個政權的性質很有興趣 你可以看這一本書 然後杜正勝編護其名 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的形成 他在這本書的最後415頁到423頁 介紹了秦帝國的崩會 我們講我秦帝國崩會的原因 我們現在大概不能再像司馬遷那樣子 從一個非常道德的角度來解釋 說因為違將三次必敗 所以秦軍就崩潰了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有一些 從整個社會的結構 從人民的負擔的角度來解釋秦的崩潰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看這本書 然後傅樂成的漢代的三東與三西 這是一個不常的論文 然後並不算常的一個論文 來給你介紹這個漢代 這個山東出巷 三西出巷的這些歷史現象 然後勞幹 漢代賓治與漢減州的賓治 這是一個非常早期的研究 勞先生是最早利用居延漢減來研究 西漢的賓治 這個西漢的賓治其實很難研究 因為文獻的記載非常非常的貧乏 主要是看漢減 另外這個陳執的巨顏漢減研究 陳執也是一個研究巨顏漢減的前輩學者 然後他以後也有談到了很多 有關於賓治相關的資料 這個你對於西漢的賓治有興趣 對於漢減有興趣可以看這兩位先生的作品 好 沒有問題嗎 我們就要進入到我們的第六講